打算收令派人快语风格 柯文哲开就任满月首次市政会议 该报告的还是得站上发言台 百日维新 四年要去五十年未来的一个 台北市的新愿景 这个时代不是大的打败小的 不是强的打败弱的 而是快的打败慢的 不过在追求速度的同时 也希望它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做好有时候 比做得快还要重要 柯P问到宝却不断惹出食言风波 其实我还不喜欢被访问 是你一直来访问 所以这个外交礼还是要注意 不是你心里面想什么就想什么 所以这个我已经讲了 这个还跟外交部表示道歉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看到不喜欢的东西 还是要收下来 他说谢谢 所以这个我还是要改变 OK 那我还是跟这个 这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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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隔一天台北上柯文哲 为城市外交蒙羞频频道歉 虽然食言惯了 但这回柯文哲也决心补救 要准备上外交礼仪课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圆荣的人 那也常常 人家说这个柯P 柯P语度 里面这个失言的部分比 讲得太多 那我想是这样 有错就改嘛 那我大概最近要不要 被我的幕僚 送去送上那个什么 外交礼仪课 对不起啊 柯文哲市长 一开始人家说你是赢了面子 输了礼子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如此 所以你们大家要提高警觉 加紧对这个 卷雄集团的这个步步为营 刚才这个叶庆元的脸书 其实是很微弱的说法 他不是说他努力议约吗 那你努力议约 后来监察院怎么在 结案的改善情形里面讲说 你这个协议在案 但是契约议定还需要 双方达成协议后使得为之 所以你开了那些会都是空的 你开九次会 你没有重新议约 你还好意思说你努力议约 你叶庆元不是自己也在说谎吗 你还是叶庆元 立事事务所的主办人呢 他这个明明就是这样子 他有重新议约吗 他们那个都是呼隆 骗局一场 这个骗局一场里面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要还给这个 好龙斌一个清白的是 这些做的这些坏事 是马世福做的 不是好龙斌做的 现在这个是好龙斌 他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没有办法推给马世福的 所以在马世福时代的 这39项缺失 那个家伙是谁 好像李树德做秘书长 是不是 杨思秋议员 所以我们现在再抓到这个马世福 马世福不要以为 现在自己坐在那个里面乘凉 那叶庆元现在他还是马世福的 这个委托的律师 所以你觉得叶庆元可以把 这些事情推给马世福吗 所以这两个市府都有问题 39项的问题 到底好龙斌 你那个时代是因为马世福的关系 你不敢去重新议约 还是因为马世福时代跟远雄 已经是麻吉到这个 大家融合的利益结在一起 根本你们也是一起 这个延续这个利益公身体的话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总要冤有头再有主吧 所以再强调一次 叶庆元这个大律师 你自己在脸书说你努力议约 那我要问你 你议约了没有 他议约了没有 他没有议约 曾经重新议约成功嘛 否则监察院就不会在结案里面 叫你继续协商嘛 所以你叶庆元有良心的话 你现在应该回到邓家鸡的谈判桌上 去帮邓家鸡跟柯文哲 跟远雄谈判好 新的协议 新的议约 对不对 新的合约 这才符合监察院的39项的纠正嘛 因为他为什么 没有议约的原因是 因为我讲过 他的监察约约是98年8月31号出来的 可是他98年的1月 他跟富邦签了那个富邦文创的约 其实我做过 这里面最重要的修改的 就是比照富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远雄拿着这个前面 你跟富邦签约的这个要挟了 因为他那个修改的切割就是比照富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以后大家都不要谈啦 那有什么好谈的 那客市府也不能谈啦 很奇怪 那他广告里面 为什么不把富邦文创 那个条件多好拿出来讲说 我跟他们比起来 我是比较惨的 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解出来 他会拿高雄 他先拿高雄小巨蛋 慢慢的加上有挖过来 我觉得我们散过那些烟雾了 你觉得这都烟雾 这些生日艺人丢那么多烟雾 在演这些东西 比方说叶庆元 我承认你努力以功 你议约的内容 远雄的代表在会议桌上 说那是特伦娘的 不是决议 请你回答我 你们有勾计一些有共识的 未决的 就是有一方反对就未决 那有共识就恢复原来 公告契約版本的 公告契約不会 两边有共识 回到契約版本的 里面也有好几项 远雄现在不买单了 那个就是你主持的会议 如果你是人民的公仆 曾经是法规会的主委 你参与九次的谈判 好不容易生出一个鸟蛋来 人家告诉你 那鸟蛋根本孵不出蛋 那个我不承认了 还好意思吗 你应该去骂远雄 你应该是跟柯文雄在一起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马好是否留下来的东西 你现在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那看出问题来之后 远雄这几天 为什么说玩厌雾蛋呢 他自己亲自去参加会议之后 副总又去参加了一次会议后 社会上就弥漫了 呛瞎对骂 可是他们忙什么呢 他们在昨天到今天 提出了展延350天 写得厚厚的 展延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展延的理由是说 因为我以前白天施工 你们叫我晚上施工 晚上又有噪音限制 所以我就没办法做那么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出土量很多 我要再土 那个再运不方便 你知道展延公旗 如果责任是在非远雄的话 他展延我们就不能做违约 如果是远雄施工不立才能刷违约 他现在推到夜间施工 推到噪音 推到出土量 向邓家基正式提出 350天的展延 我到今天为止我相信 柯文哲的市政府 有能力面对这个事情 这个350天之后他展延了 他就从去年12月28号又活下来了 活到了今年2015年的年底 这就变噩梦了 如果这个东西好好去审查 用尽所有法规 把展延的时间可以算 但是展延时间给他精算出来之后 把他压缩 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民 才有跟远雄谈判的力量 所以我说他看了广告 他叫副总后 公关副总出来呛瞎吵架 都为了掩护一件事情 就是远雄去年12月28号 违约了 完成不完工不了了 他这样就挖地道 想要送一个展延 350天的延长工期 如果是马好市府 或者我大人讲 是连胜文市府的话 这350天问题可能不大 柯文哲市府 你要好好算一下 这是因为他就是混淆视听 他把1月21号跟市府的谈判 市府让他在今年底完工的 有前提的四项公式 他把前提去掉了 他今天竟然就利用 那个四项公式来申请展延 你看看他简直是就是到误导 然后乌贼战术 还把黑的说成白的 颠倒东西是非 这种奸商的手法 我真的是看为观止 不过柯市府 如果这么愚蠢的 就被什么前提 就他硬的话 这也带不像柯文哲了 其实 这个时间点到底什么 来起码不好意思 由于因为事情发展到现在 从上个礼拜首度交锋过招之后 因为叫做四项共识 可是四项共识感觉 也不太像什么公识 什么移术 依照台北市政府的SOP 包括这个地下通道 包括这个五号出口 年底完工 可是今天 今天突然间在大灯 六大爆的一个广告的时候 抛出要展延三百五十一天 您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首先有几个要回应的 我先讲护树的问题 今天他说他把这些树挖走以后 会再多种三倍的树 可是其实他没有讲出来的事 他把这些老树挖走 要来种椰子树 椰子树细细小小的 那些能够去替代这些原本 站在这里的老树 来注意看这个数字 来游易 他是这么说的 来观众朋友 他说移术之后 中校东路跟光复南路 将各增加两线车道 那么建物本身又退缩到 15到22公尺 而且可以增加到三排树 将形成林荫大道 那么开源又美观 而树木有原来的122棵 现在只剩下33棵 他说122棵会变成311棵 就是原来的2.5倍 整个人形道会比现在 还更漂亮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原本要营造的是 一个所谓的南洋风情 所以他们在未来 在这边种的树 几乎都是所谓的椰子树 那椰子树 大家如果可以遮阴的话 应该是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 那个小小的一个树冠 它根本其实没有遮阴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现在此树非比树就是了 没错 其实它是用一个 他们想要营造的一个景观 然后来告诉市民说 我们这里的树会增加几倍 没有错都是树 问题是它的品种 它的这一些 在于这块土地上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那你怎么看 他今天登那个广告同时 同步提出350一天的延期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要从很多地方来谈 那我们如果先谈展颜 因为我今天资料比较多 我们先谈展颜宫崎的部分 他今天说因为废弃土 我告诉你 从97年他们送还评 重办还评审查的时候 他们当时的环平的废弃土的 这些砂石车的运量 已经都算好了 我有多少的废土 我每天需要载多少台的车 然后我需要多长的公期 他已经全部都算清楚 到去年的3月15号 他就应该把所有的废土都载完 为什么没有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去年 我们去挡他的砂石车 认为他违法输运 而且台北市政府都没有监督 然后再事后再配合他们 去进行环平变更 我们当时被党也被告 我们被告了以后其实都没事 检察官认为我们是有合理的 一个诉求 他们确实是违法 所以他今天再说要依照 这什么废弃土 还是夜间不能施工 去展颜宫崎 对不起 郝隆斌市政府早就同意 他们24小时施工了 当地的里长骂翻天 可是郝隆斌市政府就同意 就直接同意他们24小时施工 你今天不要在那边跟我说 我夜间不能做什么事 所以他反而要缩短宫崎才对 他本来就应该做短宫崎 因为郝隆斌已经给了 很多小时施工的许可 结果你们做不到以后 你们说因为怎么样 我们限制你们一堆 对不起 郝隆斌把所有的施工条件 都放宽了 包括你书运废弃土 早就该再玩的 结果他也放宽了他的时间 然后让他去变合理化 还不罚他的钱 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今天凭什么说展颜宫崎 今天赵董也讲了 台风 豪雨 怎么乱七八糟 我们互数志工今天 他说还没有申请执照 你说两个礼拜 他说我把我拖了五年 对 为什么 差很多 对 差很多 我们等一下会补充 我这边也有资料 我们互数志工今天马上把这 从他拿到建造开始 一百年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台风 豪雨的日期 全部都抓出来 我们台北市来了几个台风 一共停课几天 我们超大豪雨只停一天 然后三个台风加起来 只停八天的课 停班停课只有八天 所以加起来才九天 你今天要跟人家申请350天 你在申请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 再来就是你今天说建造 你说你建造申请了五年 都审跟还评是法定要做的程序 你的开发量体到达多少 或是你的变更到达多少 你就要做都审还评 这些都不能算在都审还评的条件里 这些你申请建造条件 因为那不是你在挂件 申请建造的时候 而是你的先期审查 先期审查通过以后 才能进入建造审查的程序 所以你建造你送建进去到发造给你是几天 是14天 对不起 超快速度 对这是非常快速的速度 这个是我们在一百年 中美民国史上有没有类似这种光速的 这种审核时间 有没有 关系过好都没有 因为我们请徐议员 徐家庆议员有帮我们当时调的资料 跟建管处调的 建管处自己承认台北市的建造 因为现在是宋外协省 在宋外省的部分 大概平均日期要17天 回到府内的府内签程要10天 平均加起来total是27天 台北市政府的 而且这些平均只是包含这种 可能是两层楼要改建的 还是这些老房子改建的 那种一二层楼的矮房子的那种很快速的天数 所以你今天平均下来 不会吧 一般的房子都要20几天 这种大楼 那是不是个大巨蛋是14天 对 没有错 所以你今天台北市政府说你们没有护航 你们没有拼命的在一天里面 给他多盖几个章吗 你根本就是唬烂 所以依照建管处自己提供的这些资料 台北市政府在建造的部分 确实就是一个护航 包括他前几天这些新闻已经爆出来了 都发局自己都出来讲 他拿到建造以后他又申请变更 他为什么申请变更 因为公共安全有疑虑 然后因为这些他的施工困难 没有办法盖 所以现在要改成一个马桶 你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盖这个东西 你怎么会送这个图去省建造 还会通过呢 是 所以包括他建造审查的过程里面 他原本在督省还凭 甚至他在建造送建的时候 他的防灾计划都没有通过 可是我们的内政布营建署 居然在远雄拿到建造的前三天 发了他的防灾的这些认可书 那时候的营建署长是谁 也是叶士文 你们中央这边到底有没有人去跟他 又是叶士文 又是叶士文 到底为什么你们当时会通过 他的防灾审查 那时候叶士文的头显是 营建署署长 对 这些防灾审查都是营建署管的 这些公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 这都有叶士文 他拿远雄前的时候 署长的叶士文 他防灾审查97 98那时候都是叶士文 所以你今天在审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专家出来 帮我们把整个全部重新算过 他现在里面一堆是违反 这些消防法规的东西 为什么那时候会通过建造审查 我会不会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盖这个大巨蛋 身为一个台北市民 我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跟我说有10天台北市政府 可以免费使用 就是对我来讲到底有什么好处 然后我也想了解 这是这个地盘 是我台北市的资产 他当初听说是以A21块 A21的地 然后去跟中央换 然后还加钱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 现在台北市政府科乒 要把它偷回来 原本那块地到底价值 现在到底价值多少钱 我们当初到底是用多少钱去换 这里头换的过程 去跟中央买的过程当中 到底就是说我今天 如果我不去买的话 我到底台北市政府 可以创造多少利润 你可以帮我们算看看吗 其实今天当时在马英九市长 在跟台北市议会做 这个特别预算专案报告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他是用A21的土地 去跟中央换 然后不足额的部分 用143亿的现金去补足 所以今天 A21去换松山文创 现在大巨蛋这一块 然后再加143亿的现金 然后每年要缴2亿的利息 当时写得很清楚 每年还要缴2亿的利息 不止 我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东西 他们当时说要发行公债 然后要奢戒 好 先A21的土地 我们今天先讲那一块土地的价值 你看南山人寿 他们在之前飙到了这个 比A21大一点点的 大一点点而已 大一点点的那块土地 它附了268亿 它附了268亿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A21不要来换松山烟桶这一块 我们单独像现在设定地上全招标 我们至少拿个200亿吧 我们还给银行可以省多少利息 然后你再来看这143亿 我们当时跟台北市政府 调了这个公债的举债表 很刚好 93年度就有一个建设公债 93年度就有一个建设公债 93年度就有一个建设公债150亿 Do a match 刚好合 这150亿的利息 利率是多少 2.85 我们143亿算下来是3亿多的钱 每年 利息 利息钱 我们要付给这些买公债的人的利息钱 我们要付3亿多 50年我们要付100多亿 远雄每年收6000钱 远雄全部都不用钱来用这块地 所以台北市政府真的是零出资吗 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零出资 而且像工程会 我们现在在讲 他说工程会也都判他们赢 我告诉你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的 去看工程会的这些判决 我们全部都读完了 为什么工程会会当时会判台北市政府流标 我告诉你 马英九你们还是要再负责任 因为你们没有做到该做的事 工程会当时判定 他说他赢三次 前面的两次一次是台北市政府不同意他变更 然后还有一个是不同意他变更以后台北市政府判定流标 变更合伙人 就是变更协力厂商台北市政府不同意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同意以后台北市政府就判定流标 这两个东西他打了就丢了两个素院进去工程会 工程会驳回 驳回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在第七次真诚委员会 你不同意他变更协力厂商的那一场 你没有让远雄进来做简报 是 是因为这样子程序问题 所以工程会认为说你在第七次真诚委员会 做出那样的判断是不合适的 所以不合程序的 所以工程会驳回你们当时的这个行政处分 再来因为你那个行政处分被驳回 所以你现在判定流标的这个行政处分也不存在 所以这两个东西好赢了 所以台北市政府后来工程会驳回了 由台北市政府开了第七次的延续会议 还是没有让远雄来做简报 还是一样里面的人就大家投票 还是不同意他变更 所以远雄又再去告了一次 所以再告一次以后 所以他赢三次 那不是故意的吗 他赢了三次的原因 都是因为台北市政府没给他做简报 好 你今天台北市政府 可以给他做简报了吧 在第八次真诚委会给你做简报 在那之前就吃饭 就有真诚委员会的账户 290万跑出来 赚金跑出来 第八次真诚委员会让他们进来做简报 以后就变更协力厂商 然后同时变更投资计划 为什么监察院会纠正 促参法里面规定的很清楚 你公告的东西 如果你在招标的时候 没有注明可以变更的程序的话 你都不可以改 你投标进来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变更协力厂商 是你可能你的营件商 你的积电商你可以换一下 可是你整个标案全部改掉 包括你的财务计划 全部改掉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样去告诉我们大家说 你可以合法的变更协力厂商 所以他现在变更的协力厂商是谁 是徐少游 这个是徐少游以前做的 我想请教周杰好 你看他这个广告里面 他对于BOD的那个 你讲的那个又是骗人 都是骗人的 他说BOD案可以签约之后再修改 他说要养贷6亿也是骗人 那也是促称这个 条例里面规定的 你没有来自己注明 所以养贷那个从4亿变成6亿 什么养贷那个 这个是远雄自己的 现在的配合的这一个建筑 萊克文哲此刻的态度 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看起来这些政客的背后 看起来都是一些勾结 而这些政商勾结的背后 都是人民的利益做出了代价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呢 远雄在台湾留下什么 包括今天传出魏英聪 极可能获得交保 也许30亿元的实案基金 包括三重新银的土地 是不是65亿的联案案 这个贷款的部分 统统偿还了 所以魏英聪渴望交保 问题是顶性外加 在台湾这样的企业留下什么 别别的探极 别别生意人 这些企业 马尤友们留下又是什么 我请教的是周姐的是 科文哲的态度非常关键 只是说目前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态势里头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呢 科匹能够迎战 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它一直不只是一个个案 它就像是科文哲 当选台北市的市长 11月29号 他有所谓的扩散效应 换句话讲 科文哲所带领的 这种跨越蓝绿也好 或者是打破传统思维 然后在选举经费上 他还有一个上限 跟金钱这个魔戒 说再见 这个清廉的一个不一样思维的 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 是11月29号以后 台湾选举文化所产生出来的 那他要造就什么文化呢 造就的就是一个新的政治文化 新的政治文化里面 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8年16年以来的 财团凌驾政府的这个 二职的文化嘛 所以如果今天远雄登了广告之后 然后他可以予取予求 那以后我们就叫远雄王国好了 就叫远雄共和国好了 就跟当时的鼎星是一样 那个时候鼎星的反扑力道也很强耶 你记得鼎星在这个 一周刊在11月16号登出了 总统是他的门神 然后这个还什么陈宝基也去111之后 政府当局也很软弱 那个时候财政部开101董事会的时候 还一度想要护航 让他继续拥有经营权的 记不记得 那也是因为全民的反扑 因为媒体的批判 因为社会舆论的这种抨击 结果当时这个魏映交 他才在压力之下 他才辞掉了101董事 副董事长监事行长的位置 所以这个比例来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这个首长叫柯文哲 或者是叫邓家基 他们背后还是一个官僚体系 这个官僚体系有个既定的架构 这个架构要用名利的力量去打破它 但是今天远雄这个广告的出招 我们已经在短短的这个 100分钟之内把不到 就已经把它一一的揭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已经不叫个案的 这个就叫做价值跟信仰 这个就是正邪之战 这个怎么可能是柯市府 跟远雄集团的一个大巨蛋之战 管他最后大巨蛋长的是怎么样子 他长的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邪恶战胜正义的话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巨蛋吗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大巨蛋 请柯文哲市长站好 这个大巨蛋它代表的是一个价值 是一个世代的传续 不是叫你善后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在远雄出招 步步设陷阱 而且他几乎可以说是用善效的语气 来指着柯文哲的市府 然后让你走到我的陷阱 你的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市长 你还在善后吗 这不只是解决问题了 这件事情再说一句 是信仰跟价值的问题 是这些小市民的努力 能不能够得到彰显 如果小市民的努力 在一个个案当中 变成一个价格上的妥协 双方赵腾雄跟这个邓家基 或是柯文哲 要妥协于一个四大运而已 要妥协一个将来说不定 棒球也打不了多少场 我这样大胆的预测吧 的一个大巨蛋 然后要牺牲掉的是什么 牺牲掉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全民人民利益的 一个基本的信仰 所以柯文哲市长 你是一个哲学思维 作为自己自诩的一位 首都的市长 这件事情我不认为 他已经属于邓家基主导的 他是属于柯文哲 人生信仰的一个展现 如果柯市长 他能够把他当成是一个 他的人生信仰的一次展现的话 那这件事情 他的意义已经超越 我们到底要不要大巨蛋 您认为他真的是 远雄出手在出照的同时 真的是步步设下陷阱吗 起码 我想生意人还是生意人 只是说那么丑陋的一个金钱游戏里头 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远雄很显然的就是吃定政府 所以柯P在讲说 一个远雄等于十个夜市文 我们从刚刚我们几个来宾的这种讲法来看 怎么会只有十个夜市文 怎么会只有十个夜市文 你看随便我刚刚算了一下 每年大概一百亿的收益 它的成本大概是十亿左右 这种生命 杀头的生命 当然有人要做 对不对 当然厂商愿意挺而走险 台北市政府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在说议约的过程那么多次 夜间也不要讲太早 议约的过程 为什么一直 一直让步给远雄 为什么一直图力给远雄 你为什么原来巨蛋跟附属色的经营 你要把它切开呢 你为什么把它切开呢 你为什么降低你监督的责任呢 你为什么给他融资的条件 你也给他放宽呢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要讲个道理 所以我坦白讲 那如果有绑架了马好的市政府 他现在还操控了科技政府吗 因为反复是到势力里头 即将开议的国民党的台北市议会 其实也是 包括反复是到势力里头 还包括他的官僚体系在内部 所以你说台北市政府 你从议约的过程来看 不要说有门审 内鬼就一堆 不然你怎么这个议约的过程 这样变成一个 喪全辱国的一个约呢 对不对 好 假如说09年 没有说像叶庆元所讲的 有那么多的问题 他们也在说条约要 契约要改 为什么最后没改 是不是上面有门审 上面有一个 很有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的压着说 这个就算了 你们做你们的事情 到最后好市府 在他卸任的时候约也没有改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这个是那么一个丑陋的金钱游戏 柯市长今天出来把破龙烂铁说 我觉得这个很好 错了就认错 他说远雄如果要向我说明 给我看电子党就可以了 但若是要跟台北市民争取舆论支持 没什么意见 赵藤雄若觉得做这个亏钱 委屈就不要做 换人做就好了 大家应以诚恳的心来善后 所以如果扩大 他是认为远雄现在的态度 不是以诚恳的心来善后 来面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简单讲 叶庆元今天讲我在喊冤 其实公文一摊开 谁说谎马上就清楚了 假如说叶庆元这个文 有给郝龙斌说要批 说这个约什么时候要 不然要终止合约 这些都已经违反出参法的规定 本来就可以进行终止合约 就像高速公路 你盖掉一半厂商违约 对不对 你是可以马上终止他合约 另外一家厂商进来做 所以假如叶庆元喊冤 那当然是郝龙斌 或者是更高层在搞鬼 不然为什么 到现在这个约还没有终止 合约也没有修改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拿一个 五年或是五个月延 这间混了五年 没有错 不要骗老百姓好不好 我拿一个文 他从被纠正 被法院纠正到现在 五年的时间 五年很快就 什么要九次会最后一次 骗人 这一个看一下 叶庆元这个是你主持的会议吧 民国100年9月29号 在西北办公室 西北那个一个会议是开的 然后这个签到人都有 所以我说你有开会 然后这开会有个附件 对 我只拿这一个附件给大家看 如果叶庆元 我到今天还是希望 郝龙斌跟叶庆元 请你站在台北市民这一边 帮助科市府要回该要的 他附件很多页 我只取这一页 大家仔细看这后面 这边是双方已经同意了 也就远雄同意了 同意什么呢 原来马英九去签的条文 把商场要去补贴 巨蛋亏损的部分删掉了 然后被监察院纠正了 然后现在希望恢复到 原公告契约 所以所有台湾的纳税要记得 在大巨蛋这件事情 有公告契约 有签约契约 签约契约就马英九搞出来的 然后监察院是要你把它改回去 公告契约 公告契约就是 大巨蛋如果有亏损 附属设施商业营用 要去补贴它 好了 结论 双方同意 恢复为公告契约 这是会议记录 附件 我请问叶庆元主委 你主持的会议到底有没有效 为什么都被欠 还是切开了 有欠文 我不要把欠文拿出来 我会害到人 我现在就说 下一层简单就说 这个东西已经有结论了 他没有恢复到 没有恢复到 远雄 远雄 还是切割呢 远雄面对科室 还竟然说 你去找旧的士座问 为什么到最后 他的附属的商业 饭店 旅馆 shopping mall 不能够去补贴 所谓的大巨蛋的体育文化研究 好农兵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开会了 他也同意了 你们也做了结论了 这个切割为什么仍然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 请你站在台北市民的利益出来 说一句话 不要每次都把它补充 我帮远雄讲话 远雄今天登的广告 他讲的还是切割的 为什么 因为他跟马英九签的时候是切割 监裁院虽然有纠正 业绩员你也开会 当时有共识说 回复原来两个要联在一起 没有签 而且丁宇讲到一个重点 我一方面登广告在那边骂人 说我很可怜 一方面我给台北市政府说 我要延350天 继续可怜350天 小英 他要这个巨蛋 他要把它盖完 好处他要吃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他公开还去讲说我有多可怜 刚才寇姐说能不能打棒球 我跟各位讲不一定能打棒球 在远雄说 没有 国际棒总说可以打 这远雄的 重点是在哪里 他的本蕾跟观众席太近了 一般的球场 后面还会有一块很大的地方 他是非常近的 面积缩小了 面积缩小 那为什么要缩小 因为这边要盖 多卖一些位置 多卖一些贵宾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这个巨蛋最后有没有盖 可是我觉得寇姐讲得多 我觉得科科政府要看的是说 不是说他盖出来以后 就当你的政绩 你不要盖出来以后 大家每天都在骂市 当时怎么会浪这么多 小副 補充一点 VOT假如说附属设施 不能去弥补主要设施的一个亏损 VOT就不是叫VOT了 他已经完全违反促参法的一个精神 所以一个合约假如说 一个契约假如说违反促参法 这个契约本来就致死无效 本来台北市的话 就可以立刻终止合约 是的 杨大哥 我想其实有一本书 真的把这个情况描写得很清楚 意大利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 叫流氓经济 他说现在很多政府 已经变成财团的小弟 变财团控制政府 然后政府去当小弟去收保护费 就是收税 你纳了税之后 在流氓经济里面 他特别提到一个墨西哥政府的例子 墨西哥政府就变成了所谓流氓经济 最典型的 例如说还记得半年前 有一个墨西哥的市长 既然去当了毒枭的小弟 去把几个所谓做污点证人的学生 用活埋的方式处理 所以在意大利经济学家这边写的 他说今天很多政府 尤其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变成流氓经济 就财团控制了政府 政府所收的税 变成财团 就透过政府 去当什么 当他的小弟去收保护会 我们今天所纳税 变成政府机关 变成财团的小弟 然后政府跟我们纳税 到最后结果 我们最后所效通的对象不是政府了 因为政府只是财团的小弟 所以流氓经济所描写的现象 你想想看 像不像 我们今天都在财团在比赖 政府也在比赖 所以普林斯顿大学有个教授 他说现在这些国家 其中他特别提到几个国家 很不幸的台湾 可能也变成这样的国家 叫race to the button 静相比赖 大家互相比赖 race to the button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远雄也好 鸿海秋月也好在比赖 我们政府也在比赖 今天月庆元不是这样吗 这跟我无关 这是马政府签的 但问题 你98年8月31号 当所谓的监察院纠正问题 告诉你有这样多的缺失 你整整5年4个月的任期 你不去处理 然后到最后说 推给马英九 马英九在推给谁 推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所以真的是 我们看到财团在race to the button 而是什么 我们的国家政府 既然也在竞相比赖 所以我觉得经过透过柯P 柯P或许讲话会让你讨厌 柯P或许讲话会让你不舒服 但是起码因为柯P的某种特质 他不会去比赖 他会去做一些大家不敢做的 否则你今天看到没有 大家是马英九 推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好龙斌推给马英九 竞相比赖的结果 大家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就是所谓流氓经济下 流氓在这个经济体掌握了政府 政府变成他收保护费的小弟 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说 我们如果在柯P跟这些大财团 对抗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支持柯P 如果柯P在这个战役失败的话 那我们真的将来就变成 所谓流氓经济下的一个 被政府收保护费的人 但是柯P 但是我要提的是说 他的病根设计其实是 最后是在好市府卸任之前 11月13号通过 然后在好市府卸任的时候 在一团混乱之中 这个又完成了他的法律程序 对不对 他的所谓的大马桶 这个盖子的这个大巨蛋 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今天我们的讨论就是 包括他今天去升起展颜公旗 包括他今天登广告 最后一段话是重点 希望让大巨蛋完工之后 大家来再来检验 包括他说那一天的四点共事 最后一个就是 谢谢柯文哲市长 让他完工 所以他的重点 就是我们大家说的 他要在这个公文书上完成 他可以切割大巨蛋完工 因为完工之后 他才可以做他的旅馆附属的 这个事业嘛 对不对 他这个努力的过程 难道没有高人指点吗 就在我们大家的这个 一团的讨论里面 当然最后还有人 这个柯市府还有人在把关 可是他这个做法 是想要蒙混潜入 用潜伏的方式去完成 他的合法过程 如果说他内顾有很多的内鬼 然后可以让他真的展颜公旗 因为柯市长答应我了 对不对 他不提那个前提 然后再加上说以后你们再说 我也有盖完大巨蛋的成衣 是你们不让我盖 他的意思是盖完之后 要怎么处理 是你们家的事 是不是 市府自己 这个烂摊是市府来成三 展颜公旗 展颜公旗 未来又是筹备处来认定 做一些非常强力的监督 但是我也要替柯碧讲几句话 就是所谓破铜烂点 破铜烂点 他今天有点不好意思 可是事实上 人家今天的英国媒体也有提到 要不要给他还原一下 英国媒体其实有提到 周姐在解释同时 为什么开这个框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你看到这去年8月 高雄气爆在发生时 很多企业在捐款 那么纷纷涌入同时 台积电没有捐钱 可是他让灾民更感动 他们出钱出力 用短短的时间里头 帮助很多灾民重新站起来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备备都赚钱 下一个画面 你看到这是奇美博物馆 为什么特别挑这几个案例 台积电张忠谋夫妇怎么做 而你看到位于台南 这是台南在都会公园博物区里头 我们所看到的 新落成的奇美博物馆 他在1月开幕之后 筹备30多年 耗资20多亿 他的建筑 可以看得出来像法国的凡尔赛工 同样企业他也赚了很多钱 可是人家这个案子 他怎么自己拿钱 包括里面 不管许文宏的OT的案子 对OT 他怎么不管长话 不管他里头的一些 中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通通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为什么备备企业 人家可以这么做 人家赚钱可以贡献给社会 那为什么马优优企业 都呈现这种如此 周杰帮我们解释 就是个破铜烂铁 昨天他接见了英国交通部长 因为获正怀表了 然后会后接受访问 柯说他没有在用表 都是拿电子产品的看时间 过去在台大也不代表 或笑说 或转送给别人 不然可以拿去破铜烂铁 卖一点钱 好 我们看到 这个交通部长就说了 因为不了解台湾文化 因为送表送中 人家跟我说 这是不是有触眉头 犯了错误的礼物 我也从中去学习 好 今天出席的市政会议 柯文哲说 有错就改 所以他要好好加强 他的外交礼仪课程 所以周杰 您看到这整体的现象 你的观点是什么 其实今天的卫报 就是英国的媒体 他还说出来了 这位交通部长 有一点cultural gap 这个gap是一个失误的意思 就是说在文化上面 还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他送了一个禁忌的钟 给台北市市长 所以英国的卫报 当然他对于这位交通部长 他送了一个钟给柯文哲 他还指出了 英国人对于有台湾人的文化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昨天的交通部长 也是这样的意思 对于柯文哲 英国的交通部长 我们的交通部长不一样 我们的交通部长 竟然说柯文哲 没礼貌还是怎样 但是柯文哲市长 他基本上 他说没教养 柯文哲市长 基本上对这件事情 也有一些学习 所以我觉得媒体 应该做不同的呈现 柯文哲市长 他因为是一个首都市长 将来对这一类的事件 事先他的幕僚 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 我觉得这是学习 但是对于卫报 能够针对这是双方文化上的差异 所发生的一种失误 我认为他到底还是一个大报纸 是国际型的一个 有严谨的训练的报纸 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 至少他是很公允的 在评论这件事情 他也接受交通部的 英国的这位女性的部长 他送出这个东西 虽然是善意 可是没有考虑到 一个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也会是一个失误 那我们国内的这些碰蓝碰绿 然后就用意识形态来批判的人 或许有一些检讨吧 我认为了 这支持好合作 就是为了 那我们俩似乎 的我们俩似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